俐落出拳轉身後再來一個迴旋梯 笑容靦腆的他是準備參加 台灣WOTD綜合格鬥賽的選手 也是META創辦人祖克伯的貼身教練 今天早上他就說加油 他搞不好不會那麼晚睡 因為他們在美國嘛 對 那時間不一樣 所以他就說個加油 他醒來再跟我 再聽我的好消息就好了 來回切磋拳技 動作敏捷 搭配運鏡就像在看電影一樣 吳仲凱在姐夫的帶領下 踏進格鬥競技的世界 以滾妹般影子步伐 搭配精準拳腿打擊 是他的成名技 姻緣際會下 對格鬥感興趣的祖克伯 找上吳仲凱的姐夫 吳仲凱就成了祖克伯的 綜合格鬥教練 這回是他時隔三年回台參賽 過去在WOTD曾打下四戰全勝戰績 這次要力拚五連勝記錄 如果我不覺得我打過這對手 當初應該不會接受這個挑戰 所以我覺得會很精彩 WOTD是台灣最大格鬥比賽 分為鐵龍搏擊和綜合格鬥 鐵龍搏擊比的是純粹戰力技 透過拳打腳踢的方式對抗 而綜合格鬥則是包含了 戰力技 纏鬥以及地板戰鬥 綜合格鬥過去只能算是少數競技 不過日本主辦的2026亞運 有機會列為正式項目 有亞運這樣的賽事支持跟背負 我相信大家對中和格鬥運動的觀感 跟評價也會更正面 那就是我們現在在辦比賽 希望可以讓大家理解 他是一個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熱血的運動賽事 今年的WOTD 特別邀請世界各國戰將 進行頂尖對決 也是為了三年後的亞運 閒臉兵 進行恭喜冰皇 怎麼懂 要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